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当地有个周坛叫做FLAS 就曾经爆料说 安倍他曾经在首相办公室里面直接吐血 结果没有想到到8月份的时候 又传出他住院的消息 现在官方声明说 他的健康状况没有任何问题 但也让大家其实蛮担心他的 因为日本的疫情不断地向上攀升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让安倍晋三压力坚得太大了 而说到以前 安倍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 早年的溃疡性大肠炎 是不是又复发了 引发全球关注 而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巴西的总统波索纳洛 他之前不是得了武汉肺炎 才刚刚痊愈 没有想到他的家人 一个个接连染疫 一开始传出是他的妻子 在7月30号的时候确诊 紧接着是他的祖母 他因为染上了武汉肺炎而去世 现在最新的是 波索纳洛的小儿子 年仅22岁 他也中标了 不过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有关于他妻子的 他在8月17号宣布 在他染疫半个月之后 他已经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全世界 有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 纽西兰现在出现了第二波疫情 让当局紧急宣布 将国会大选延期一个月 改到10月17号来举办 而另外在欧洲这边 他们的疫情也悄悄发烧 在法国连续两天 确诊数突破了3000个人 在意大利则是赶紧要求 他们的舞厅要来停业 希望可以控制他们传染的速度 而现在大家都把希望 放在俄罗斯总统普廷身上 因为之前有说过 他在8月11号宣布俄罗斯 成为全球第一个 核可武汉疫苗查验登记的审查国家 甚至为了要告诉大家 他们的疫苗是安全的 他甚至施打在他自己的小女儿身上 没有想到现在被发现说 有一个日报就在讲说 他的女儿因为施打疫苗已经死亡了 因为他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但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包括这个日报 他之前就有传出过一些假新闻 但如果真的是假的 那为什么普丁 这边的政府完全没有否认呢 因为讯息现在还没有获得当局的证实 但是也没有获得否认 六我们要来关系的是 连日暴雨 激起了中国长乡流域的上中游 洪水又再度袭来 多地不断传出严重的灾情 像是山西地区经传说 有巨浪差点卷走调克 而四川的成都也被淹成了水城 有人抱着树干 要怕淹水 甚至还有一间宠物店 还有二十多只狗狗被积水给困住 另外在公园更是出现了不明的红色积水 拍摄者边拍的时候还边说 他时不时的闻到了死心味 引发当地民众恐慌 这边除了要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威胁 以及洪水的清洗之外 现在他们的粮食是否充足 也引发了大家讨论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对外说过 大家不用担心粮食是很充足的 但真的吗 因为现在就连央视的主持人 之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现在当今中国最紧要的就是要恢复饥饿感 这句话是在几年前之前说的 但现在却不断地被央视拿来做大肆的报导 再来就是在这边上海也下令说 如果你发现一些餐饮业 他们有浪费食物的行为的话 你可以举报他 甚至他也劝导这些餐饮业 可以推出所谓的半份餐点 但让人感觉到最奇怪的是 现在有一些社区外面竟然贴出了这样的口号 就是怀念吃粮票的时代 但说真的 中国人怀念吗 他们恐怕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在以前就是因为食物不足 才会有粮票时代的发生 他们当时是1955年开始实施 到1993年才解除了这个计划 而粮票制度就是要让大家 可以有效地分配到粮食 当时如果把粮票给弄丢的话 他们就会没有办法获得食物 甚至还会挨饿一阵子 当时除了粮票以外 甚至还有肉票 油票 布票跟煤票 在那个年代 粮票可以说是十分重要 甚至还会被视为生死部 如果把粮票给弄丢的话 甚至还有民众会选择结束生命 报道 好 今天是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台湾这边来 立委和志伟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查货甲的三配炫 他们就会送千份鸡排 没有想到云林警方真的破获了卫造集团 和志伟也实现了承诺 除了将在士林夜市发送千份鸡排之外 今天他也亲自到云林多送两百份鸡排 要来感谢警方 甚至还搞笑的说 这一切两百份的鸡排发下去 中元节的时候真的要帮这些鸡 好好普渡一下了 好 然而这次股民党 他们面临到高雄市长的补选司令 有不少声音是要党主席张启成要下台 为败选来负责 甚至还点名了 组发位的主委叶寿山 高雄市党部主委庄启望 也要辞职负责 这次不止国民党和李梅珍 这次惨败的 当然还有民众党推荐的高雄市长 候选人吴义正 他不止得票率没有达5% 而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甚至还缺席了败选记者会 民党立委赖平于就批评 柯文哲从头到尾就没有打算 要陪同吴义正一起来承担责任 甚至还说了 刻薄寡恩莫过于此 柯文哲直接反向赖平于 说他这样说话是在带风向 而民众党的公关吴义轩也抨击说 赖平于他不懂小党生存的困难 现在社会焦点要来关注 是在高雄市内湖区有一场婚宴 新人要付给餐厅12多万的钱被偷了 他们直接报警处理 却传出警方到场来搜索 要求当事人要脱光衣服引发议论 新郎说的确有说要脱衣服 但没有说要脱内衣裤 而警方也澄清 否认动手脱当事人的衣服 也没有要求要脱光来搜查 另外在南投有一名妇人 这个月14号 她到市区的一家妇产科 进行巧克力囊种的切除手术 没有想到人才进去没过多久 家属就被院方告知 无法插款要转院急救 她的丈夫靠她的太太这个时候 脸部已经发紫 双眼往上掉 转院急救之后 还是宣告不治 家属没有办法接受 怀疑是几个妇产科的诊所 没有合格的麻醉专科医生 对此今天这个诊所的院长 也出面回应 他说他很抱歉 另外新北新勇和有一名红星美容师 他帮客户按摩的时候 却看见对方的背部长成这样 背部的皮肤被烧到卷去变形 追问之下才发现 他这名客户悟性偏方 帮他治疗的店家 他竟然拿烧肉之后的砖瓦 放到背部 说要来帮他治疗 青年就业奖励 应届毕业生可申请二至三万 你知道吗 好像有听说 1111再加码一千万 真的吗 只要到1111 找到工作共可四万元 这么好看 然后赶快通知同学 详情快上1111人力银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 再来做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续行